文物馆里两个小偷在作案 专业工具怼进钥匙眼 上手 大门被干开 俩人尿敲前入 进来后盯上一件无价之宝 献祭神风 螺丝刀的撬开边上木板 手电筒上拔下钉子 小心的敲进玻璃罩底部 之后用铁丝放线 玻璃罩四周全部绕上 最后缠到钉子上一收尾 最关键的来了 拿出导电胶水倒入针管 同样的方法 玻璃罩四周全部打满 之后哥俩掏出电线 一头掐到钉子上 另一头缠入电源 电流一上来 铁丝被烧得通红 草里的胶水也起了反应 玻璃周围瞬间腾云架雾 眼看着时机成熟 俩人合力抬起了玻璃罩 找了件半袖 又将神奉包好 拿来吧你 之后找到第二件无价之宝 神皇假面 摘下他的痛苦面具 拿来吧你 手上的念珠 拿来吧你 玻璃项链 拿来吧你 这一顿拿来吧后 俩人又盯上了埃及法老的头饰 这时突然博物馆亮起了灯 整屋瞬间灯火通明 俩人猫坐底下大气都不敢传 还好保安们也只是走走过场 并没发现俩人 保安走后俩人立刻来到大门 结果门却被大铁链子反锁了 俩小偷盗走了博物馆的无价之宝 想逃跑时大门却被反锁了 俩人找了好几圈 终于看到了希望 沿着管道一路爬出来 小心躲掉门口的保安 俩人终于逃出生间 而当第二天起来 俩人干的好事已经上了新门头条 老爸看完亲切的问候了他家人 俩人急忙把宝贝该洗的洗 该刷的刷 最后再挨个一顿擦 带上宝贝开车就撩 没成想半路碰上了警察 俩人下车被人一顿翻 幸亏宝贝擦的干净 警察把他当成了艺术家 还虚心的索要了签名 来找富豪老板看货 富豪一眼就相中了痛苦面具 上嘴自溜就来了这么一口 东西是好东西 可富豪却并不敢要啊 毕竟烫手的山芋 谁也不敢接呀 俩人带着宝贝也只好离开了 价值连城的宝贝没人要 如今却沦为了孩子们的玩具 最功劲W死的心都有了 哥俩考虑了再三 还是回了家 W跟爸爸坦白了一切 我怎么教出你这么个好儿子 上手啪啪就雷了好几个嘴巴子 之后带着他来到博物馆 让他俩把东西再还回去 原来无人问津的博物馆 自打被俩人到了之后 博物馆的声音是越来越好 不管文物有没有 看就完了 来服务台办了张储物卡 将盗取的文物全放到了储物间 W来到痛苦面具前 将真的面具放到了展棍上面 而这一举动正好被保安发现了 警察们迅速展开行动 W为了不连累兄弟 没有与他接头 独自一人藏下了一切呀 一个故事我能讲一天 电影真实事件改编 两个小偷倒文物 手法不是一般的酷 整出来了没消路 一大嘴巴心里出 打扰了